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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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食文学研究的一个开关 拿近代来说 它当然延伸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 像劉布、學生李嘉瑞 以及當時比較先進的學者 他們認為民間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就有所謂歌謠的徵集 也辦了歌謠座刊 那時候大概民國六年 所以可以說書文學進入學術收集研究的開端是從歌謠 各位知道歌謠是人類心靈裡面 直接發出出來的自然的聲音 這個自然的聲音裡面 如果加上一種最直接的語言 不假雕琢 可以說足疏胸懷 滿心而發 各位注意這兩句 事可而成 滿心 由你的心靈裡面流露出來 事可 直接的 並不講雕琢 事就放肆的事 事可而成 就自然成 你們有沒有時候 碰到一種不可惡意的情懷 然後用語言表達 直接流露出來 那最真情 最真情 譬如說 譬如說 當年 這個 胡適珠先生 說他 聽到一位孝子 在哭他母親 哭他母親 不硬 他一定是媽呀媽呀 哭了一下 媽呀媽呀 哭一聲叫一聲 兒的聲音 娘知道 我這個做兒子的聲音 你母親最熟悉啊 怎麼現在不回答我一聲呢 這個簡直是無力取鬧 明明知道母親死了 但是他是一種最真確的語言的流露 說歌謠啊 真是一種真聲 還有這個什麼真語 一個真字 就是代表他的一切 這是第一啊 我們可以確定歌謠的 他的這個特質 和他文學裡邊呢 的一種共性 甚至於是他的價值 文學的藝術越發達 文學的藝術越發達 那麼這個 雕琢越厲害 所說的語言呢 反而中隔一層 中隔一層 所以在唐代詩人裡邊 為什麼白居易要講究什麼呢 老語能解啊 他寫的詩 老泰國都可以看得懂 看得懂 我們現在啊 我幾個朋友 還有四個人 就是齊一碩老師 你們在座 大概都沒受教育他了 齊一碩老師 還有何大安老師 何大安是中研究院 是語言學的專家 還有就是當過我們 台大文學院長的黃啟芳 那 還有我 我是常常呢 去到哪裡 有感就 好啦 一首詩就寫出來 所以我寫的是 快速無比 心有感 馬上寫出來 然後呢 我總覺得 哎呀 給朋友們呢 這個 有時候就叫佩馨 傳給他們看看 幾個好朋友 他們就會唱賀 就給我賀 那有時候傳到大陸 大陸的這個唱賀 是很可怕 一下子五六四首就過來 二三四首不算多 這樣的一個情形 蠻好玩的 現在呢 齊羽壽 何大安 黃啟芳 也都會和我一樣 到哪裡去旅遊 也會寫幾首 我們互相這樣看 結果呢 最老於能解的 是我 最淺白的 最高文點策的是 何大安 何大安寫的 都要住家 許多住學 清書啊 裝書啊 什麼 加許多住學 各有這個 但是 這個 歌謠 是 不必要如此 第二 歌謠啊 和藝術呢 結合得最早 結合得最早 比如說呢 我常說的 藝術和文學的起源 我說過兩個字 你們在座有沒有人能說得出來啊 尾聲你也聽我不少年的課啊 有沒有記得我說文學藝術的起源 有一個父子 他 討其了 踏謠啊 踏謠 謠就是 歌謠的謠 那麼 踏呢 就是 自然的一種 肢體的 韻律 我們肢體的韻律啊 各位要了解 有兩種 情況 一種呢 自然的節奏的反應 這種韻律呢 只是一種 流露你心中的一種 情緒 或者是那樣的 佩達尼的這個 感受 你要說他這樣的動作 有沒有意義 很難把它說得清楚 而且這樣的動作呢 就常常是反覆的 反覆的 這個叫踏 其實踏就是我們所說的土風舞的步伐 土風舞的步伐 這是一種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是 一種所謂肢體的語言 你是經過這個什麼 經過一種美感經驗啊 從 你的 所足之間 眼眯之間 你的軀體之中 我們現在所謂 身段動作 身段動作 就要表示 就是 你 所要 這個虛擬的這些動作的含義在裏 它是有意義的 有紫色的 這個呢 它就不是歌謠要配搭的 歌謠要配搭的 只是前邊的那個什麼 那個自然的節奏的 它 那搭又是自然的聲音 這個也是 所以說 我說是文學藝術的根源呢 是指這樣子的 因此 歌謠這個呢 是世界各民主 不管呢 文化的高低 有沒有這個什麼呢 文字的這個 延伸或者應用 都會產生 因為歌謠 是先從文字的傳播 還是從這個什麼 口頭傳播 口頭傳播 所以有一批呢 主張啊 這個實文學 或者是尤其民間文學 事實上就是口頭文學 落入文字呢 就有差一點 可是我覺得呢 現代啊 要找出純粹的口頭文學啊 都還少啊 少之又少 你到這個 這個 偏鄉野地 尤其像非洲一些 未開發的民主 或者婆羅洲裡邊 還森林裡邊 還躲藏一些 這個什麼呢 呃 少數的原住民 這些啊 呃 可能還有 有 那麼 歌謠 一被紀錄下來 他往往就會怎麼樣 趨向於定期 所以歌謠呢 當我們 如果不被紀錄下來 歌謠呢 就可能會 消失 或者有些呢 就會 輾轉流播的非常廣言 像有一支小曲 一個小曲子啊 這個 也應當可以算歌謠 也應當可以算小調 就是 月子彎彎 照酒桌 幾家歡樂 幾家床 幾個夫婦同羅照 幾個漂亮女在他桌 像這樣一支曲子 一個小調 也好 或者一首歌也好 他起碼是 從這個什麼 從宋代 傳到現在 他有問題 那你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一支曲 這個月子彎彎照酒桌 這樣的一個 如果按照時代 把它排列下來 你就會發現 他的歌詞呢 會有變化 月兒彎彎照酒桌 那麼月子彎彎照酒桌 幾家歡樂 幾家醜 幾人歡樂 幾個醜 都會有變化 你也可以看得出啊 像歌謠這樣 傳播啊 他的變異性 他流過裡面的 變異性 那麼像這樣 歌謠 他是能夠 脈動 一個人的心靈 還是廣大群眾的心靈 廣大群眾的心靈 這也是他的特質 還有歌謠啊 如果也能反映民間 許多當時候的現象 反映了人們共同的心靈 共同的心聲 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情感 共同的思想 這是他必然的現象 可是也有一個時代呢 這個時代特殊的 他遭遇了反映在歌謠裡面 這種也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 另外這個什麼呢 如果各位啊 把那個歌謠 加以收集整理 然後你要給他分裂 那真啊 分裂的基準啊 不一樣 分裂出來的現象 五花八門 各不一樣 所以 朱鑑欣先生 當年要研究歌謠 誰來給歌謠研究 你說分裂分裂到二十幾列 還要不要分裂啊 分裂就是提缸切零 要我們容易掌握 這種分裂才有意義 如果不能做這樣子 那就沒有 你看我們這個書 石溫學的內涵有多寡啊 可是我們把它分做幾大類而已 幾大類而已 這樣就容易提缸切零 但石溫學真的要把它分裂很難 很難 譬如說 從時代性 又是一個分裂法 地域性是不是一個分裂法 從它的內容來分裂是不是一個分裂法 從它牽涉到的這個腔調 或者音樂 來分裂 都會不一樣 所以石溫學啊 這個歌謠裡面 我認為是 是分裂裡面啊 很難的一種 一種類別 那麼如果石溫學分裂 拿內容來分裂 哇 你也分出五花八門 什麼什麼都有 那就可見 這個歌謠所牽涉的內容 是單薄的還是廣大的 是非常廣大複雜的 從內容 我們這個書裡面呢 大概有兩種這個分裂法 三種 一種呢 我是拿十代分裂 所以就是說啊 非常古老的這個歌謠 然後 這個 周代歌謠啊 從開始三代以後 周代歌謠啊 秦代歌謠啊 兩漢歌謠這樣下來 那我這個十代的分裂呢 就是告訴各位啊 這一切歌謠呢 十代裡面的歌謠 它常常就變成那個十代一邊 等於人人必讀的怎麼樣 的文獻 它也是人人都要知道的典故掌控 所以呢 我啊 不厭其煩的 把每一個時代的代表性 而且文學性 趣味性 這個 實用性 各方面兼顧的 把他都 羅列下來 就是讓各位讀的時候 可以從各方面得到 你的文學資養 你的這個什麼 對古代歌謠的認知 啊 所以這個是各位一定要仔細讀的 就立在歌謠的這個舉例 等一下我也會帶各位來讀一些 這是一種 另外呢 就是後邊也 以現代 中國大陸啊 最近這個 開始穩定下來 文革以後啊 他們做了 在文化上 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就等於當年啊 等於當年這個 呃 康熙皇帝的什麼呀 古今圖書集成 永樂明成祖 啊 真正這個什麼呢 大一同 黃前高 明代開始進入盛世的 永樂年間 他就來個什麼呀 永樂大典 啊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宋代 宋代 宋代 明太 這個宋太族 這個什麼呀 玉湖化江以後 啊 啊 這個 統一啊 五代列國了 而真正開始修養身體國事強盛起來 是宋太宗的太平 太平什麼 太平什麼 不過他的聯號叫太平什麼 太平 信 啊 不是太平信 太平信國 太平信國了 啊 所以他就來個太平義啊 啊 我舉這個意思啊 就是每一個時代 在盛世的時候才能夠什麼呀 盛世就會有盛典 盛典 啊 重要的文獻整理 你如果不是盛世大家一天到晚吵架 一天到晚打仗 啊 民不聊生 啊 你能夠變成大家的代表 像我們現在台灣 一天到晚吵吵鬧嗎 還能夠水啊 安定 做一個這個什麼呢 偉大的文化事業啊 沒有啊 所以 宋代有太平意涵 明代有永樂大典 清代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歷史上 真是極盛 然後又極衰 到後來 列國清廉 極衰的這個時代 清代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歷史上 一個回光返照 啊 古代的文化 的亮點 在 乾隆以前啊 等於在各量力一處 不管文學什麼 啊 然後 海進一開 道光被打進了 完蛋了 啊 主老虎崩潰了 所以在 這個 康熙的時候 就有 這個 古今圖書這個基層 啊 乾隆皇帝你看 他世上 也都有要怎麼樣 也都有要 和他祖父啊 比高下的意思 啊 康熙王帝 不是 乾隆皇帝是 最推崇 最尊敬他的祖父 結果 他後來都超過他的祖父 他祖父才69 他就來個89 對不對 族族都後來一二十年 那這個 這個整個中國土地之大 也到他 極上 啊 還超過元代 元代是整個漢國 四大漢國 哇 就中國本身 沒有清台 啊 清台虎里糊塗 丟掉這個 這個西伯里亞那一大塊啊 千里的這個 的 的 的 是虎里糊塗 被第二 這樣 很可惜 代之論 統治 你看 連西藏 新疆 這在以前都 年代以前都沒有真正統治 唐代還有一陣子 啊 後來唐代這個 這個 唐太宗以後 就馬上就土翻什麼 這這這這這這這叫 嗯 還有這個這個什麼 嗯 整個都又不是 就現在的清台西藏這些 又不是 真正能統一 但清代 也是 把蒙古也真統一 把西藏也真統一 嗯 所以這個聖事裡邊 才有這個聖典 那最近的中國大陸啊 這幾十年啊 尤其 開始呢 做了一個大事業 這各位都要知道 我不是在誇獎別人 人家是實際上那麼做了 你看 對戲曲 對戲曲 他們戲曲 說唱歌謠 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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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這一些啊 這個文化的這些 表演藝術 和 英文學 這個民間的 這些東西 他們都做了大典 像戲曲 就 三十二大車 三十三大車 我記不清楚 叫中國怎麼樣 戲曲制 戲曲制 每一省 為單元 一大車 兩大車 那這個兩大車 一大車的省又怎麼樣呢 從縣邊做基礎調查 然後縣裡邊整理送到省 省又從裡邊再淘汰 在京邊 最後送到 藝術研究院 文化部的藝術研究院 最後的定案 你看 自古以來 對戲曲藝術 這個什麼資料啊 或者種種的這個 這個 內含的 索羅 沒有像戲曲之內 啊 所以我呢 當年啊 我一個學生來聽我的課 叫斯德毅教授 我就 先說 您利用這個書 寫小細研究 他聽了 書還沒出完 他把這個 小細研究寫 被那個寫戲曲時的 郭漢城 那他說年紀也不少 我們1998年在 在黑龍江 在這個 沈陽開 兩岸的大型 一百多人的 學術會議啊 兩岸 那郭漢城就把他誇了一套 大陸 說我們 大陸 廢了多少千百萬人的 這個 的力量 所做的 戲曲制 你第一個把它運用來做 學術論 那因為小細 沒有人 知道 這個在座的 我們 我們游世王 游路校長啊 他當年就協助我去 辦理 兩岸小細會議 和做調查的 所以 我們 先用了這個資料 所以這些保障 歌謠也一樣 歌謠他們也是 縣 繩 什麼縮子 所以每一繩都有 歌謠 的這個基層 音樂有音樂 縮唱也有縮唱 俗語 俗語 俗語的大典 都有 像這些真是為整個中國藝術文化的整理 我們台大有一部昆曲大典 買的話要八十萬台幣 然後他們送我一部昆曲大典 這目前在台灣是唯一的一部昆曲大典 送我,我家裡已經泛濫成災了 我就送給台大圖書館 因為我參與編輯 雖然我花的時間很少,不過掛名在裡面 所以他給我一套台幣八十幾萬 各位喜歡昆曲的,你去查那一套 通通有 只有遺憾的是什麼呢? 我把我和洪輝柱教授,我們去入住的一百三十五出 經典昆曲劇,那是高品質的這個錄影 也要放到裡面 我們這裡的官員沒有一個人敢負責 沒有一個人敢負責 我說我來負責 他們覺得我沒有身份 我只是一個九黨黨魁 也沒有這個什麼呢? 身份 所以就偷偷拉拉 他這一套東西沒收在裡面 變成很大的缺憾 很大的缺憾 所以我們台大有一部昆曲大帖 這是你們爭老是捐的 好 所以 像這一些 我只是其中 對歌謠部分 我只是其中 一個省份做例子 就可以看出 它的內容的分裂 有多麼的 具性敏儀啊 那一種內容的豐富 歌謠整個牽涉到人生的百態 像這些 也可以從歌謠看出來 第三 我會把大陸 對於一個新的概念 叫民歌 民歌 現在一般學術界的所謂民歌 是包含這三大陸 這三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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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就是 民歌 在這裡的意思是 廣大群眾 所歌唱的歌 總共有這三個列寫 什麼叫浩子呢 浩子現在幾乎快要消失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怎麼樣 叫AIT 是吧 一切都 AIT 不是是AIT AIT啊 都是人工自費 人工來製造的 那在以前呢 都是靠人力 靠人力 所以祝古里亞 很古老的文獻 譬如說 我們台灣有一個 到現在還流行 大家用力出力說 亞厚 亞厚 就拉扯什麼叫 亞厚 這兩個字啊 懂得這個 語言學呀 或者聲音學的同學呀 哈厚 就古書裡面這兩個字 也許 那個什麼 展探紙都這樣 我們兩個讀起來就亞 那喜 扣 扣就一轉一就厚 說厚厚厚 古書上就有說 古人呢 抬大木 砍大木材的時候 就可不為止 你看這幾千年 語言之間都還一樣 類似這個人就是浩子 浩子呢 是因為人啊 在勞作的時候 用力 用力 群體的力量 要把這個力量 統一起來 就要 由聲音的這個節奏 來呼應 身體的這種 力量的施展 所以一定有一個 領導者 他說了 到某一個地方 就一起 來施展力量 這叫浩子 這叫浩子 因此浩子一定要領唱 領唱的人 領唱完以後 大家七唱 就 當唱 的時候就 一起努力 一起用力 就可以把這個力量 集中起來 而且呢 經過這樣一種節奏感 人的肢體啊 在這樣節奏感之下 就會顯得 比較舒坦 不會勞累 不會過分勞累 所以 這種浩子呢 也有 紓解 體力壓力的作用 可以什麼樣 可以集中力量來 做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浩子 就 遍佈在 各種什麼樣 各種勞作裡面 我曾經啊 陪著這個 當年呢 也當過我們 台大文學院長 考古人類學系的 這個 陳其露教授 他後來當了文建會 主委 那我那時候呢 是比較年輕 所以投入啊 這個 我和你們說過的 民族間傳統 藝術 和鄉土藝術 的維護保存 所以我也曾經 陪他去 這個什麼呢 山地裡邊的 聚落 去做調查 所以我才和各位說過 現在九族文化村 三塊碑 開幕的碑 在門口我寫的 十桌年的碑 在園裡邊立的 也是我寫的 去年還前年 三十桌年的碑 我就提了一首詩 也在大門口裡邊的一個地方 是這個緣故 緣緣很深 我們有一次 到了某一組 他那個 就原住民的 這個很小的小庭院裡邊 就擺了一些什麼 櫥 各位知道櫥嗎 聰明的那個櫥 然後底下鋪什麼 底下鋪那個水泥 不同的地方 敲起來有不同的音階 所以大家這麼悄悄悄些什麼 就等於在彈鋼琴彈什麼一樣 節奏好聽 你看這個其實 所謂楚歌 就是大家聰明的時候怎麼樣 為了 為了 紓解勞力 為了大家 一起衝 有一種節奏 產生的 如果 各位 到這個 長江啊 我長江三峽去過三次 現在已經大不如以前 那個邊 長江 兩邊 我們都還可以看到 古道的 嵌道 嵌道這道 嵌道 比如說這個 長江 這個山 山 在江邊的這個山邊 一條很小的路 它呢 有一些種名字 當然他們 都把這個 嵌就是一種 拉船的繩索 拉船的繩索 這邊也一樣 比如說 這是一條船 它就是 把這個船 用嵌手 那麼這裡邊呢 都有他們可以 一步一步 往前進的那個 嵌跡 踩的那個 左部的嵌跡 好 兩邊的這個 這個什麼 嵌複 他們叫嵌蝠 拉著這個 那個嵌蝠的頭 在船上 他就叫 誒誒誒誒誒 怎麼這樣 叫一聲 大家用力往前拉 然後 呀 或者說 誒誒 什麼 不可以 這樣一直到 以前的船 是這樣的 溺水行桌 這樣拉的 你看有多辛苦 這個就叫嵌鴿 同樣的磨坊裡邊 磨坊以前 做的這個什麼 麵粉工廠啊 這個磨坊裡邊 打磨的 也有 他的這個磨坊鴿 等等這些啊 和勞動有關係的 你看 這樣的一種 一種 民歌 可以說是最初級的 他等於是最簡單的語言 結合一種自然的怎麼樣 一種聲音的結合 他的語言 可以說很簡單到 沒多大語言 這個就是House 屬於民歌 每個地方House 當然都不會一樣 第二呢 就歌謠 歌謠啊 光歌和謠 這兩個字怎麼分別 就會怎麼樣 起先有分別 後來會不會混淆在一起啊 說不清 不合謠 不合謠 為謠 那不合謠 那不合謠的就是什麼呀 民歌裡邊的什麼 圖歌 圖 會寫吧 圖歌 那麼歌呢 就是合謠 合謠就是什麼呀 起碼有打擊謠 各位知道謠 樂就是樂器的配合 樂器的配合 我的研究 幾部曲 記下來 這是一種這個什麼呢 大家忽略 第一一定是只有打擊樂 只有打擊樂 為什麼要打擊樂的弦啊 因為 就是節奏 節奏 節奏才會怎麼樣 才會統一這個什麼呢 散漫的 這種歌聲 所以我們在座的 燕榮啊 他是現在 我們 從歌子系啊 經濟啊 客家系 反正 國樂裡邊的 古老 古老就是樂隊的領隊 所以他是最重要的 他就是 鼓就是打擊樂的領導 的核心 所樂 你看 古代的這個 樂器 樂器 一個大神的音樂 古代 我們中國 我一張歌的時候 我們中國古代音樂 很發達 都被啊 現在啊 你們研究音樂的 數點望族 都學西方的 中國的 讀不懂 然後就 不知道我們原來 有多了不起 那時候的這個 光音樂的演作 越刺 越刺 這次先一天 皮骨 棒 皮骨 做影子開始 然後 接著呢 在這個 羽羊皮骨 動地來的那個 皮骨 然後搖 搖 這一次 這個完之後 才這個什麼 管樂 弦樂 和樂 管樂 為什麼其次 包括我們 這個 文學和音樂的結合 文學利用音樂 第一樂先打字 其次才怎麼樣 管樂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觀念 歌樂裡邊 契樂 唯美 還是聲樂 就人唱的唯美 聲樂 那麼樂器裡邊 樂器是來襯托聲樂的 和聲樂 描摩聲樂 最接近的 打擊樂當然描摩不來 對不對 它只是節奏 那麼弦樂和管樂之間 哪一種可以接近人生呢 不是啦 不是啦 管樂 管樂接近人生 所以其次管樂 弦樂又其次 然後管弦樂 叫和樂 這個程序是這麼 這麼大 弦樂就是和樂就是我們現在的 交響樂 所以我們古代的交響樂 非常的早 先秦 龐大到 不說千人嘛 幾百人是很平常 幾百人 幾百人的大樂隊 是很平常 你說現在西方的 西方的這個什麼 交響樂 一兩百個人就場面不小了吧 哪有像我們的宮廷音樂呢 所以這個 和樂 歌 歌 它叫和樂 可是歌謠歌謠 一個種語言性 一個是怎麼樣 語言和音樂的結合 叫歌 歌謠 各位還記得上學期我們講過 副詞結構嗎 為什麼我要特別重視副詞結構呢 中文系的如果你懂得副詞結構 是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像這個歌謠就是一個 同意副詞的 同意副詞的 枯成的 枯成的詞彙 那麼同意 事實上是和 語意相同 和語意接近 你比如說 違和大 也是同意副詞啊 但違和大 你們都知道是不一樣的兩個 概念 但它接近 通和答也是 接近而已 所以常會構成這種 歌謠後來就變成了 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混淆不清 可是各位知道 歌 原來是歌 是和樂的 謠是一種圖歌 所以謠 最起先 應當是一種 火頭語言的傳述 傳述 這是歌謠 小調呢 所謂歌謠 請問 歌謠 寧波的 廣 當然是 最廣 庶民本身都可以 可是歌謠 寧波的地方 是在 人類寄居的 城鎮 還是在這廣大的鄉野裡邊躲啊 鄉野裡邊躲 所以歌謠是偏向於鄉野 所以歌謠是偏向於鄉野 因此打語的我們叫什麼呀 魚鴿 山上 唱 唱的三歌 採茶的時候 唱茶歌 各個地方 都有 比如說 在 這個青海 來 甘肅 陝西 山西一帶 有一個很有名叫做 華爾 華爾 然後這個 這個 北方 田哥裡邊 就是 秧歌 對不對 秧歌 還有這個什麼呢 各地方有不同的名詞 我的腦筋現在有一下 喔這個裡面大概都寫了 因為我們都寫了 各位去看 所以歌謠在各地啊 有他們 不同的 正名稱 相 相對於小調 相對於小調 那又不一樣啦 好我們正好 高歌段落 行行行 好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調 又 有時候又叫雜曲 雜曲 小調啊 如果我說 其實呢 它就是 我們宋代詞 和元曲的 那個開頭 都是小調 那麼這小調留存在哪裡啊 啊 流傳最多的 九顏歌詞 九顏歌詞 在古代 是誰的嘴巴唱得最多啊 歌記 歌記 可是現在呢 有誰敢說 小調 就是早期的 宋子和元曲呢 這個話一說 你怎麼搞的 但事實上就是如此 好些學術的這個 這個 理念見解啊 各位啊 我是幾十年啊 深深感受到 要突破 許多人的這個 這個 沒成熟 或者錯誤的觀念 是很難的 好 所以 我現在說 小調 事實上我們中國早期的 詞的這個源頭 就是民間小調 我們現在說民間小調 民間雜曲 元曲也一樣 就元代的民間雜曲 他們來嘴巴唱得最多的是誰啊 歌記 所以就算他們庶明性高不高啊 他很高的 那麼這一些 小調 就像宋詞 原曲 你能叫這個三夫爺老唱嗎 不可能 他一定是在一個什麼呢 都會的生活圈裡面 一定是文人 涉獵所集 有經濟生活的這一些 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流行歌曲 是不是在農家裡邊唱啊 當然現在是交通四通八達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所謂的流行歌曲 事實上就是小調 這才能古今拉攏下來 古今拉攏下來 我覺得都市作詞就是一個系統的一種 關照 人不安愛的打通 所以小調是民歌裡邊呢 也很重要的一環 它流行在這個都會區裡邊 它就會有作折啦 但是作折呢 是不是每一支小調都會知道作折 不一定 有一些就會被傳下來 譬如說 台灣在高雄啊 有一個原城區 知道嗎 嚴定谷 嚴定谷 嚴定谷以前有個風流的區長 嚴定谷調 他叫做什麼萬智 他這個才 酒家喝酒 創了一個萬機谷 你們聽過沒有 沒有啊 我是好像不會唱好像不會唱 但不敢錄出來 他就是有一個旋律 很容易大家朗朗上口 他就創了這個萬機谷 這樣劉波 他在城裡邊 是不是在酒家裡 所以在小調裡邊 清泰也有一種叫窯調 窯子裡邊的窯調 也都是類似這一些 當然只要流過在城市裡邊 大家歌唱啊 都可以算是小調 因此小調啊 就會有一個基本的形式 不像歌謠 歌謠就很簡單 一個絕句的形式 絕句的形式 四句 常常是每一句押韻 單數句押的是什麼樣 就聲韻 雙數句押平聲韻 或者有時候也學學什麼 學學這個詩第三句不押韻 歌謠 因為這樣 音節形式 照例是單式音節 可是這個 小調呢 常常就會是長短句 但是齊言句也可以 齊言句也可以 拿我們歌子戲來說 歌子戲裡邊 兩大這個 這個 唱腔 這個腔調 事實上這兩大這個什麼 歌謠體系的 都叫唱腔 這臭婆不喜歡用唱腔 唱腔是人唱出來的 那個事實上就是歌謠曲調 一個就是七字調 對不對 它是歌謠 還有一個什麼 都馬調 都馬調是怎麼來的呢 這本來我們下邊要講的台灣的這個會收到 都馬調就是福建 張州有一個叫都馬村 都馬村 這個人因為抗戰期間 有一位 那什麼海啊 邵 邵江海 邵江海他是一個民間的歌唱家 他就把 隱南的這個 歌謠小調 雜曲裡邊 有一種叫雜煉調 十粒嗎 十粒嗎就是 長長短短 但長長短短他利用這長長短短的 一字形腔的自然語言行律 所以可以狼狼上火 很容易就 唱得出來 他把他這個什麼呢 再改良 我因為不懂音樂 到底怎麼改良我搞不清楚 蘇華你知道不知道 你簡單說給他這邊 像桌窯那種整齊區的西姿調 跟長短俱勢 速度很快的砸麵調 把兩種 就是 在這邊調整 也做一些混合 所以基本上 那個 在邵江海的時候 是叫做雜碎調 雜碎調 也有人把它稱改良調 因為是他改良的 那麼 歌子系呢 在那個時候 他們也被稱作改良系 對 那個時候其實是改良調 那個劇團啊 到台灣來之後 就是老師剛說的這個 他就是唱 邵江海的改良調 改良調呢 在台灣沒有 所以這個 到台灣演出 大家覺得 七元的這個什麼 七字調 有一個長長短短 都可以利用這個改良調來唱 你說豐富了歌子系的什麼 豐富了歌子系的這個 音樂 這個歌唱的曲調 所以呢 大家不知道 那個就是邵江海的改良調 因為這個是 都馬村來的都馬劇團 這個集團呢 就因為兩岸有沒有 打起來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在這裡 會不會影響很大 所以就把這個都馬調 就留佈在台灣歌子系界 所以從此以後啊 歌子系呢 就七字調 都馬調 這個 流傳下來 好 近代 這給什麼呢 廣播 傳播媒體 影響我們生活很大 包括我都會被影響 傳播媒體啊 影響大 影響大呢 因此歌子系啊 就會從舞台裡邊 走進了廣播 因為龍人 或者工人 在勞奏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看戲啊 可是他們很喜歡聽 歌子系啊 的這個唱腔 因此怎麼樣呢 因此就有人啊 在廣播電台 組成了廣播電台的歌子系團 我 將來講歌子系的時候 這是我說的 歌子系的轉型 轉到 轉到這個什麼廣播電台 廣播電台這個 影響到歌子系的音樂唱成很大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這個 歌子系皇帝是誰啊 楊麗花 楊麗花這個 聖的時候啊 那個拽得不得了啊 我們要辦一個 歌子系的國際會議啊 你們李慧綿老師掛電話給他 他都不甩啊 他台大教授掛電話給他都不甩 我說我來掛 我掛就是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把這各門各派的歌子系 叫他們坐在一起 楊麗花啦 葉青啦 黃湘麟啦 廖重芝啦 唐美營啦 孫翠鳳啊 等等 排在一起 有人就說 這種事只有你能辦得到 因為他們往不見完 那 楊麗花的信念是從哪裡來的 和廖重芝的歌運是從哪裡來的 廣播歌子系 楊麗花 就是正聲廣播電台的天馬歌子系團裡邊 那時候是怎麼樣廣播啊 我一圈 你演什麼聲音 你演蛋 你演什麼 該水唱就錄水的音 該水唱就錄水的音 對白也一樣 就是錄音在空中播出 讓這些龍人工人做事 可以用清零其淨的感覺 請問 這時候的歌子系 聲段重要不重要 扮相重要不重要 哪一種最重要 聲音 歌唱的聲音 歌唱的聲音既然重要 光是七字調 和這個什麼都馬調 不夠啊 所以就創新調 這個心調影響最大的 叫曾仲銘 仲伯仲 曾仲銘會有普蘭伊之曲子 本來要在電視裏播出的 這開場曲 我寫的都不好了 結果呢 劉忠仁倒閉了 就播不出來 很可惜 現在他已經九十幾歲啊 現在他已經九十幾歲啊 九十 九十歲 九十七九十八 九十七九十八啦 那 游護校長就開始組織了一個 對他的保存計畫 把他一生做的 在廣播 和電視裏邊的 鴿子系的小調 就是他創作的 他就是有名稱 而且大量 創作的一個民間 鴿子系 小調的創作者 他向我說 說我當年呢 在創作 這些小調的時候 是因劇夢而設施 比如說這個劇夢裏邊 這個主角 是什麼情境之下 我為他寫的 所有田的歌詞 和音樂 之間是相得益彰的 歌樂是相得益彰的 是恰不其分的 這樣的小調 可是後來呢 廣播也好 廣播就沒有了 電視裏邊 常套用他的小調 音樂不變 填上 什麼 不同的歌詞 各位都聽我的課都知道 不同的歌詞 就有不同的什麼旋律啊 語言旋律 這樣的語言旋律 所以和那個原來的 為某一種歌詞 所創的音樂旋律 會不會 大家 就不會 不能融會在一起 所以常常這個什麼呢 牛頭不對馬嘴 這樣亂唱 他感到很難 這是他親火像我說的 這個話你要把它寫進來 他確實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 歌詞戲 像後來就發展成了什麼樣 像歌謠 小調 雜醉 錯用的 一種民間地方戲劇 好 後來 誒 那幾個什麼 什麼歌 什麼轟 歌詞戲音樂那幾個 柯明豐 柯明豐 不是 柯明豐 柯明豐 周以謙 周以謙 這兩個我都輸的 就是 劉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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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議前來聽口 說曾老師我可以的都可以 和你合作 我说可以啊 结果后来他就没有再找过我 他们三位 谁错了 在上、在左边都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就不能左右上下 有些左右上下可以 像苏东坡的书啊 你就不能够再 那条鱼就不能乱摆 他们三位啊 因为受过现代音乐的信念 也随着歌子系的艺术发展 他们就开始啊 心调里边呢 就不是像 不是像曾仲宁那样的歌谣的形式的 绝句的试 试句七个字的那个小调啊 他们就是等于 其 其言也可以试计啊 五言 或者是 眨眼 然后他们甚至于呢 尝试个怎么样 版 版式变化 版式变化 也做到这一步 我说给各位听呢 就是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 它本身也是个生命体 它也会融会民间的这些东西 来壮大自己 所以 像这个 歌谣小调 从浩子 歌谣小调 这三者 合起来就是 明歌 明歌 我们呢 有关歌谣 就给各位这么介绍啊 下个礼拜啊 我想呢 我们来 谈一下 谈一下 地方 戏群 因为地方戏群 现在在 两岸 加起来啊 起码还有 好几百个 好几百个 好几百个巨种 那这个 好几百个巨种 能不能够把它 提纲 统一起来呢 当然可以 有一个学者呢 曾经 提出疑问 说你要写 戏群巨种 眼镜史 考树 那光地方戏群巨种 就有一大堆 你哪有时间把它考学 我说咋就有办法 你不知道 他们呢 会聚众成型 成为一个 类型 就像中国人 和西方的民主 不一样 中国人和 日本人和韩国人 同时黄总人 但是他又有所不同 是很容易把它 灰萃 分野 下个礼拜呢 我们利用地方戏群 告诉各位 智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如何化繁 怎么样 为简的方法 否则你会眼花瞭望 不知所措 如罪无礼 如出终 你把理路 掌握清楚 那理路怎么来的呢 经过 一种科学的分析 分析要什么样切入呢 切入错误的话 我常说 刨丁解牛泥 碰到大腿 他的腿骨 你的刀就断了 你还怎么切啊 你要从机理之间 你的刀 游刃有余啊 智学也一样 我一再希望 把我所知道的 学问的钥匙 交给各位 是我们这课程的最大目的之一 也在这里 那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带各位看一下 古代歌谣 第几页 六百零三 六百零三 刚才我们也都说过 什么叫做窯 这个词了 也说到踏窯 像李氏春秋的那个就是踏窯 好 好 那么请各位啊 我们来看 呃 夏山歌谣 嗯 六百一十二 比如说第一 在上书里边的汤式 有这么两句 四日和尚 与吉鲁皆亡 这个十叫都市 这个太阳 什么时候掉下来啊 和尚 什么时候灭亡 我要和你 拼命一起死 那么这个背景自在谁谁啊 三座王 所以从这两句的这个 歌谣 这个姚燕 像这是书以姚燕 他就可以看出啊 那个座王 不得民心的样子 好 《易经》里边的姚齿 你看《易经》里边 《易经》的古老性 就从他的这些姚齿的这歌谣 就可见他 很古老 比如说这个 第一啊 姚齿里边的那个 壁卦 各位下面这个字啊 很多音 但都卦 要念壁卦 可是开头的那个 不如不是读 便乳 要读奔乳 奔就是奔跑的意思 说 哎呀 像奔跑的这样过来啦 破乳 怎么一大片的那个什么白色啊 破马 汉乳 有一种这个什么白马 全身都白的 血白的一样啊 这样的这个马匹 一大片把这样奔过来啊 你看他用的很简单的语啊 奔乳 破 破马 汉乳 这个乳还是 以为自除 就是我们说然 对不对啊 下边叫 匪库 婚 不要误会啊 这不是强盗啊 是在结婚的典礼啊 结婚的仪式啊 你们就可以看出这是 古代的一幕什么 抢婚的仪式 就这么几句话 下边那个也一样 尊如 沾乳 乘马 班辱 尊 就是 哎 走得很慢好像还有 秩序 不是乱跑的样子 乘马班辱 大家乘着马呢 还蛮有秩序的这样子走过来 所以两种这个抢婚的这个情境啊 哦 这个匪库 婚过 一样 不是来抢劫的 所以这就写出了 古代的一种 抢婚的习俗 抢婚到现在还有啊 不过现在呢 是这样 新郎呢 要来抢 从东边敲头打鼓 把啰啰啰奔过来 表示我来 我们来了 新娘家里呢 有敲啰打鼓 往哪里追啊 往西边追 越追越要 新娘就被抢走 鼻子有合作的关系 那么这个婚礼的婚啊 在 在乙礼 乙礼 宿婚礼里边的那个婚 怎么写的啊 黄昏的婚 黄昏的婚 为什么写黄昏的婚啊 因为抢婚 大白天来抢 有点不对劲啊 对不对 你要装算装甲 也要有天色的这个 的这个这个这个烟户 所以 婚礼本来就是黄昏举行的 所以现在宴客啊 其实是 真是晚上宴客才对的 可是我们南部都是中午 因为古代啊 这个中午才有 有什么呀 有光线好吃喝啊 防昏的时候没有灯啊 哪有哪一个家庭可以 用来那么多的这个宴客 所以改成中 其实是黄昏 所以像这一幅画 下边呢 你成黄无死 是乖羊 无血 哎 你还怎么呢 憋着一个罗黄 哎 这罗黄呢 蓬蓬松松的 然而 是乖羊 是就男子 那男子呢 拿刀在乖羊 无血 没有想要使羊受伤 这在干什么 剪毛嘛 剪羊毛嘛 羊毛剪起来是什么 要蓬蓬松松 才技术好啊 对不对 这个羊毛才品质好啊 就表示剪羊毛 男女合作的一幅画画面 非常地利落 女生呢 装了一桶 一个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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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呢 拿起来 嘎嘎嘎嘎嘎 你 羊也不叫一声 根本没有看出说流血 不是在杀羊 所以 这个呢 也是民间生活的 像 可是下边这个 突如其来乳 焚乳 死乳 弃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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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乳 忽然就帮着 就发生了 然后烧啊 烧成一片火海啊 死了一大堆人啊 死人都被抛弃在那边啊 那是干什么啊 一场民族之间的这个 这个斗争 这个什么呢 战争的产后 然后接着 你看出梯 看到这种情人 梯不是流皮梯 而是怎么样 烈油满面 这叫粗梯 托托 像这个什么呢 水一般的 这个什么 崩瀉下来 一般的这个 这个水 漆 大家悲哀的怎么样 接肉 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接肉 所以就写出来个什么 民族的产后 你看 像这样的歌谣 在古代语言 各位要知道 古代的语言呢 因为 刚刚有语言 一定很简略 语言 的声音 是越来越简单的 语言的形式内涵 是越来越复杂的 各位留意这个原则 所以 古音 中古音 啊 和现代音 现代音 都很简单 比较简单 你看我们的国语 对不对 有原来的八九声 剩下四个声调 事实上还只有三个声调 平声分音阳 那帝王世纪这个各位音囊都比较熟了 像吉养鸽血怎么摇的时候 入车座入日而细 浊井而隐耕田而逝 弟弟 以我何有宅 这个帝王 他的权力 对我有什么用啊 我们就是自自在在的生活 你看 要老百姓要过这样的生活 还真不容易 这个就是 你看 遥顺的时代 也不过是老百姓祈求 过着很平顺的生活而已 这个就反映了一个时代 各位再看 这个歌 歌颂这个谣的 你们知道歌颂谣都是 呃 儒家造出来的 立我真名 莫菲尔子 不是不知 顺替之责 使我们的这个广大的百姓 都能够养活自己 都能成长的 立我真名 莫菲尔子 都是因为你这样了不起 这样呢 呃 非常这个伟大正派的 一个 君王 啊 莫菲就是 因为有你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呢 老百姓 也 不是不知 我们什么无所知事 也没关系 我们只要顺着 你这个圣经 啊 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顺着你 要我们 遵守的这个 法律 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圣摇呢 受到百姓的 这涌淡 那下边又是顺 清云难系 下边这个是 李漫漫系 真的 好吗 裴群要查查 这个李有没有抽 日月光华 淡乎淡熙 啊 这个是 这个 顺的时候 清云就响云嘛 啊 漫漫就是 形容 云啊 鸟柔 书卷的样子 啊 这个叫光天化日 啊 日月光华 淡乎淡熙 写这个情节 这里的李啊 啊 感觉有一点问题 啊 啊 啊 赞结不管他 周代歌谣 啊 这个各位都知道很有名 啊 这个 殷座王 有几个叔叔 啊 一个机主呢 是他 后来 逃到哪里啊 韩国去了 那后来啊 呃 周武王啊 要他们来朝建 他经过了 这个 呃 原来 商座王的 这个 这个 故都 以前那么繁华 现在都怎么样 都变成麦田了 所以他看在眼前说 麦秀 渐渐西 何树 悠有 比较同西 不与我好西啊 那个什么样 原来的宫殿 现在却长出了 卖的花朵了 而且渐渐的 逐渐的 呃 冒盛起来了 啊 啊 何树呢 也悠悠然的成长 啊 和当年 宫殿的玩法 已经不一样了 啊 整个国家面 比较同西 那个什么样 不听话的小孩啊 就谁啊 商座王 啊 不与我好西 他如果好好听的话 听我的劝语告 就不会有今天啊 所以这个是 呃 一个惆悵 好 史记的古迹列传里边 记载啦 齐狗啊 老百姓呢 种了田以后 他说 既是这个田地 他就 欧罗满国 乌霞满叉 五股 番薯 嚷嚷满家 所以这个车 要读 叉 这个车有三个印 就看你要不要什么印 如果要移木印 就读 G 啊 如果要这个什么呢 车子 这个车子印 那各个印 那就读 车 如果要加码印 那就读什么 读叉 这里是读叉 阿罗满国 阿罗满国 阿罗就是高地 高高上 比较高出来的土地啊 诶 也都涨满了 这个粮食啊 使我装粮的 这个什么呢 楼框都满满的 乌霞满车 那个比较低的 这个乌霞 就比较低的田地啊 说成也都满车啊 五股繁蜀 朗朗满家 五股繁蜀就是 都这个五股丰收了 那家里的仓库堆的满满 这是古人啊 认为这样啊 就是最富足的这个岁月 那接着这个是 岁以沐以 这院子春秋 这首岁木歌 就是老百姓啊 在 在岁木的时候唱的 岁以沐以 现在 已经 一年快过了 阿河不厚 可是所种的这个岛谷呢 却不开花 结果没有稻 没有这个收成啊 呼呼以 若诸河 阿这样的时光啊 都已经 流逝了 看样今年没得收成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老百姓呢 你看 在该收成的时候 没收成的感叹 岁以河以 而亦不报 岁以河以 而亦不报 因为古人都要怎么样 去服劳动服务啊 不能拿钱的义务劳动 对政府要多少天 这个就叫姚意 而不停止 而不停止 走走以 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 再也没有力气做了 怎么办啊 这个都是老百姓的 畅谈的声音 那这个职场歌 各位知道职场是什么什么 政国的一个 贤相 春秋时代 他起先改革政国 老百姓对他不满 就唱了 取我衣冠而处之 取我田丑而舞之 殊杀之禅 无欺欲之 这份门 说之禅呢 把我家里的衣服帽子 通通收落在他的那个 囊带里边呢 就没收了 取我田丑而舞之 把我们家的田丑呢 拿去重新分化 变成公家的田了 就抢给老百姓了 殊杀子禅 无欺欲之 谁要杀我 我一定去 包忙 我有子弟子禅 毁之 我有田丑子禅 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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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石 骑水 过来一阵子 子禅的这个什么呢 非常受到百姓的这个 爱戴了 他确实改良经济了 百姓 就说 我有子弟 我有家里的这个年轻的小孩嘛 子禅什么样 来教育他们 来教育他们 我有田丑呢 子禅呢 就让我们能够开墾 能够这个 握住 说成 子禅啊 死其谁是之啊 子禅有些死的话 有谁能继承 他这样的德政啊 你看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反映了一个时代 什么呀 政治人物啊 这个对于政府的感受啊 都可以从这里边看来 风潇潇细 溢水寒 壮士一气细 不复返 这个我们说过了 是谁的歌啊 哎 金科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六百一十六夜啊 哎 这个是非常美的 古代的一首情歌啊 金细和西细千周中流 金日和着细得于王子同桌 蒙羞批好细不知库子 新几番而不觉细得之王子 山友木细母有之 显欲君兮君不知 非常惨美 这我记得讲过了 讲过这一首 他的全书是这样 那个千桌的桌 应当是下边那个桌 就把那个船拉到河的中柳 意思他怎么样 他摇着船 把这个桌上的这个楚国的王子 带在这个什么呢 江流里边 他越看越喜欢这个王子 所以就含羞 要表达什么批好 蒙羞批好戏 这个背就是批 就是宣誓 胸中的这个对你的爱慕 不只扣除 我一点羞恥心都没有 我很勇敢的要说出来 可是心几凡 阿布杰西 得知王子 我这样你酝酿了半天 酝酿了半天 可是盘繞在心头的旧事 对你的仰慕 终于我知道你原来是个贵重的王子 那还用说吗 更加的说 然后再用比喻 我们说过山有木 西木有之 山如果有木有之 你看多美的山 山如果没有木没有之 那么你看这个牛山走走 多难看 如果你有 我也有你 多美好 如果你没有我 我没有你 那多难过 这个就是一种笔姓 笔姓的歌谣 心也君兮 君不止 我喜欢你 你不知道 就好像山有木看得清清楚楚 木有之也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心灵里 你看不清楚啊 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 真是古代一首极为常人的歌 各位啊 你我带你们看那么一点点 下边按照时代 我希望各位都帮你把它 朗诵不一遍 起码我选的这些是历代古典歌谣的精华 而且呢 是藏在文学上当典故出现的 尤其也要把它看一看 好 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